鸡蛋放到鸡蛋取样 鸡蛋放到载布片上 通过显微镜放大500倍看看 放大以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蛋黄和蛋清里面密密麻麻的物质 大家要知道鸡蛋里面含有 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 是人体需要的矿物质 其实鸡蛋里面的蛋白质是优质蛋白 对于肝脏组织修复非常好 鸡蛋里面含有丰富的DNA以及软磷脂 这对神经系统以及身体发育都非常好的 鸡蛋不仅可以松强主抗力 还可以提高记忆力等作用 同时还具有防癌的好处 如果你也是第一次看到 点个双击让更多人看到此视频 点个双击